刚才我那个用香菇去爆个变个叶 然后剩下的叶下去 每个礼拜一次料理课 蓝云芳全神贯注 其实如果你们很用心 很想要水 我都会加 有时间我就开始整理 那整理因为要过滤 上课笔记全都传到网络群版 这个料理班凝聚力超强 因为我本身就超爱素食煮料理 都很喜欢分享给人家 那我觉得跟老师 有这个讯息我一定第一个报名 尽量不吃素料 对 用天然的食材来 就是来取味 所以把食物煮得更好吃 让家人更爱吃素 老师蔡金贤经营高档素食餐厅 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蓝云芳完整记录每次上课内容 即将做成食谱 这份料理有很多老师的心血在里面 有很多秘方在里面 或者说他的特别心得 能够让更多人来尝试 我是很有个性的老师 我只是要推广 我推广的如果没有回应回来 我做不下去 这班你看我教这么多 是因为他们很用心很认真 我才愿意加码 蔬食课程渴望出书 而这家书店则指供应蔬食 老板不但是爱书人 也是响应吃素的环保人士 并不是美餐 但我觉得时间久了 他也许我觉得我们这个比例应该慢慢提高 王世旭经营书店也做楼梯升降梯 他带动员工吃素 工厂工餐也是素食 几乎每一餐都是吃外食 那若吃素食的话 其实你可以促进自己的身体的循环 肉其实不用吃这么多 这样子的摄影比较健康 素食可以爱地球 然后保护地球 以爱地球为出发点 此季志工推广环保里面 获得广大回响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